节目录到这儿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 人生其实有很多无奈的东西 姑娘 你的这个无奈 就是你们这段 情感关系当中的无奈 其实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无奈的一个集合和总成 每一位老师 其实都是发自内心地 把他们看到的问题 帮你们提出来 这个现象 其实在现代的爱情生活当中 挺多的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们要沉下来想一想 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恋爱是什么 是一种互动关系 对吗 你们互动的关系好还是不好 很明显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所以我也不再多说了 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六十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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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 你送给我 戴在我手上的 那时候本视频就说了 戴上这个手套 我就是已经有小组组的人了 不能大雷震盒的地形 所以说我一直遵守了这个原则 我真的很喜欢你 也很想娶你 我也很爱你 姑娘 那个什么呀 她给我买了一个那个 苏武功的那个紧箍咒 她说我这整天就跟个猴似的 她就入来福 是 给我戴个紧箍咒 就逃不出的手掌心了 你要是不询问你就拿走吧 真的喜欢你 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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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请关门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 搜狐视频 收看我们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看 这首里是什么呀 我刚才看见呢 今儿月 不乱于心 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 不念过往 愿你我此生不悔 白头到老 你写的 是 好 我不用你举我了 你看 挺好的 不举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话筒 有请 好 谢谢啊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没有谁能把你抢离我身旁 我爱你 你一直问我 我什么时候娶你 虽然你不相信我 但是我现在就答复你了 回去 那就去领证 请亮灯啊 谢谢 谢谢啊 但是有一点 我们还是必须要 理性和客观地说清楚 一段婚姻 解决不了一个人的成长 一段婚姻 解决不了一段 情感关系当中 已经出现的问题 一切试图 以婚姻 作为解决自我 和对方问题的人 未来都会发现 婚姻一定会骗了你 生活也会骗了你 其实不是生活欺骗了你 而是你自己选择了 要去欺骗自己 谢谢 结婚的事可以考虑一下 再好好谈谈恋爱 谢谢 如果你们觉得时机合适了 那我们也是祝你们的幸福 好不好 谢谢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请回